2023年春节 随着防疫新政的落地 回家过年的热闹景象不断升温 每日互动大数据联合杭州西湖数据智能研究院 共同发布了2023年春运报告 从城市瘦身指数、交通类APP活跃情况 城市火车站热力值及城市流出人群去向分布等维度 对一线、新一线城市进行数据洞察 数据显示 2023年春运升温强劲 春运抢票的景象逐渐回归 劳务输出大省也敞开怀抱 拥抱陆续归来的游子 粤玉香婉成2023年春节归家人最多的省份 随着疫情新态势逐渐稳定 2023年春节归家的游子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返乡的人都去了哪呢? 春运第一周 19个一线、新一线城市中去往广东省、河南省、湖南省、安徽省的人数最多 粤玉香婉是2023年春节归家人最多的省份 从桑基图留相分布看 除了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宁波市流出人群主流去向地分布较为均匀以外 其他城市的流出人群主要还是去往同省份的其他地区 可见受疫情影响 这几年有更多的务工者选择就近的省内就业机会